记者黄中山台中报道,反空屋游行经,17日下午在台中高雄同步举行,台中市长林佳龙宣布,市府不仅响应这次游行的四大诉求,明年更将修法把所有锅炉都加盐纳入管制及补助,全市前50大固定污染源则强制采用最佳可行控制技术BACT。 林佳龙表示,为尊重人民运动的主体性,今天在游行场合上不会再公开发言,也不受访,以行动响应这次游行环保团体所提出的四大诉求,派与社会各界一起努力促成减煤减排,改善空气品质。 林佳龙说,今年6月公告列管两吨以上寄存锅炉的加盐标准,有117加181座锅炉需配合,明年将修法两吨以下锅炉全面加盐纳入管制及补助范围,未来所有锅炉都将纳管。 鼓励业者将燃油或燃煤锅炉改让系补助政策持续办理,且预算无上限。 林佳龙也说,明年起将透过许可制度搭配许可振展延时机对总排放量前50大污染源强制要求业者采新污染防治设备。 BACT已经审查后将记载于许可证内容核发,既已要求污染源业者遵循,落实空污减排。 环保局指出总排放量全是前50大,因法规为强制规定有将近81。 2%的制程未采。 BACT占了固定源总排放量89。 0%未来强制采行BACT防治设备可血浅污。 染物、粒状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及挥发性有机物达3成5以上。 环保局强调,此次游行的四大诉求是否正逐步推动。 此外,也对中火减排24%并促使各重大企业如中龙钢铁投入92亿元新建室内煤仓,正龙纸业投入6亿元意味改善。 风新钢铁投入24、66亿元将锅炉减排并改善原物料堆置厂储存设备。 此外,是否已建制空气品质监测网、空气品质资讯服务响应式网页及每日空气品质预报影片等并保留下无二。 5G时测值已弥补及时值不足提供民众及时空品资讯。